其實印度的太空的部門 他已經成立超過60年了 知道嗎 年紀比我還要大 他1962年就成立了 那時候的地點在哪裡 在印度西南的頓巴的那個 次道的火箭發射場 那時候在建造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什麼 還是徵用當地的什麼 那個牛棚啦 甚至說那個教堂 來去做改造的動作 甚至網路上還有影片什麼 影片秀出來說 當時在這個火箭發射場 他們在用火箭 在運零件的時候 是用什麼在運 用腳踏車在運 所以他們已經努力很久了 那努力很久的話 其實如果說就這次太空船的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 很多都失敗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可以克服 因為他們基本上 就要克服降落前的17分鐘 降落前的17分鐘很關鍵 因為你在離地面30公里的時候 就要準備降落 然後那個時候的登陸器 就要由橫的變成直的 如果說以直線加速的話 只有落體每秒是1.68公里